我們繼續開會 我們請何千龍一眼之請 時間45分鐘 謝謝我們大會主席 我們蔡莎那副議長 市長副市長 我們的市府團隊 媒體朋友 市民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是全峰 第四次定期大會的市政總質詢 那首先 我想要來請教一下市長 在我們三明區的果菜市場 已經延宕三十幾年 都沒有來簽建 那這個果菜市場在這邊 其實幾十年來 很多任的市長 都想要來解決這個問題 把石泉路打通 解決地方淹水的問題 那但是過去幾十年來 高雄市政府 一直沒有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好不容易 在陳菊市長的努力之下 我們目前看到了曙光 也看到了我們目前 在果菜市場的預定地上 把一些維建戶都已經做了清楚 那我在這邊 想要再請教市長的部分 是說市長的任期 其實剩最後的兩年 我們有沒有可能 在最後的兩年 把這個延宕這麼久的案子 來做一個解決 把石泉路打通 還給高雄市 還給高雄市三明區的居民 一個居住的正義 一個通行權的正義 也解決地方這樣子淹水的問題 那在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請市長 先跟我們回覆一下 謝謝 市長答路 好 謝謝副議長 謝謝何全宏何議員 討論到我們史前六五果菜市場 我想大概這幾個月以來 紛紛擾擾 那紛紛擾擾 但是高雄市政府 我們市府團隊最後的決定 就是把進步 包括美麗 安全 健康的一個市政建設 留給高雄 我個人承擔的傷痕 羞辱 我想那個都是 不是那麼重要 所以今天為了石前路的打通 我想為了整個孝順街 寶珠溝一帶 所有三明東市民的安全 我們的決定 我很清楚在這裡 跟讓何議員 還有我們的市民鄉親大家了解 第一 我們會在明年的暑假 這個中間暑假 會把石前路打通 我們保障市民的整個通行的權利跟安全 包括為高雄市政府 我們會認為這是十大危險的路口 四十年來沒有解決 我認為這是我的責任 第二 保障高好順街 登基路就好多淹水 淹水以後就是登革熱 淹水以後帶給市民的痛苦 我想我們把這個部分 要興建制洪池 我們這個制洪量 大概將近四點八萬噸 我們要解決保障高跟孝順街 長期淹水的痛苦 這個部分一定要在我任內完成 第三點 我們現階段的果菜市場 果菜市場的這些攤商 他們有一些不同的意見跟聲音 我都尊重 我都尊重 不過除了這些果菜市場 攤商他們長期使用的習慣 我尊重他們以外 我們更重要 我們所考慮的不是單一少數人 我們要考慮是全體市民的一個權利 我們會保留原有的這些舊的果菜市場 包括它的動線 我們會讓這個攤商所有的交易活動 不因為我們果菜市場另外一個部分的拆遷 興建制洪池等等受到影響 但是為了解決整個果菜市場停車空間不足 我們的停管基金會進場 我們願意花停管基金的機會來興建停車場 希望市民朋友能夠支持我們 創造三營 解決四十年來八任市長 大家覺得都非常舉手的問題 希望市民朋友的支持 讓我們能夠讓三民區 能夠有新的耳目一新完全不同 最主要沒有什麼比安全更重要 淹水的問題不能解決 我認為我就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市長 希望市民能夠支持我 謝謝 謝謝市長 我想可以從市長的答覆 我們可以很明確的聽到 就三民區的果菜市場 就石泉路的打通 就周遭鄰居飽足溝淹水的問題 我們都可以即將在很短的書 在市長的任期內 在明年可以看到成果 我想這就如同市長講的 還給高雄市民 還給三民區的民眾 一個該有的居住真意 我想這是非常重要 在這邊也再一次的感謝市長 接下來我想要請教的是說 最近很多人都在提日本輻射食品輸入的 相關的管制問題 包括這兩天在議會 也有同仁提到這個問題 我在這邊想要再請教我們 許副市長的是說 很明確的是說 就嚴守日本 嚴守縣產製的水產品 工程縣所產的乳製品 在美國 在美國 它是限制進口的 但在目前台灣相關的規定 它是可以進來的 是不是這樣 來請許副市長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謝謝何議員 那昨天議會在質詢 就是說關於這個美國FDA 限制這個 嚴守縣跟工程縣的一些 若干食品的這個 這個進口到美國這件事情 我們其實在會後 馬上去做了一個查驗 查證 那在美國的FDA 對這兩個縣的這個 相關的產品禁止進口 是在2015年 就是去年的2月份的事情 那說實在 我們了解了這個狀況之後 只能說很遺憾 過去的這個中央政府 其實並沒有很積極 而且及時的去採取一個 相對應的一個 一個管制的手段 所以導致以目前的規定來講的話 其實嚴守跟工程的相關的產品 是可以這個進口到台灣的 那我們認為其實 過去的一些相關的不作為 那以目前這個整個 行政院宣示的 對這個 輻射污染產品的這個 管制事項來講的話 其實很明確的 行政院提到 只要是美國跟日本 禁止進口或者上架的食品 在台灣就是禁止進口 以這樣的一個 修法的原則來看的話 其實就可以完全避免掉 過去的這個 在管制輻射污染食品 上面的這樣的一個漏洞 那我們也把這個狀況 昨天也立即的 跟這個衛福部做了一個通報 那我們當然也非常希望 中央在這個 修法的動作上面來講的話 能夠盡快 然後把這個 讓我們的輻射污染食品的 管制的標準 能夠真正落實 跟美國、日本 甚至是全世界 其他先進國家一樣 同樣的標準 來嚴格的管制 而不是說 只有這五個 這個福島五個縣市 禁止進口 然後其他的縣市 就完全幾乎是 擺在一個放任的 這樣的一個狀態 我們希望能夠儘速的 這個依照目前新政府的 這個態度 來進行這個管制 謝謝許副市長 許副市長 從你剛剛答覆 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的說 就美國 禁止這個相關的產品 禁止是從去年 就是104年的2月 的開始進口 那去年度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去年度才在 馬政府中央執政的時期 衛福部 它所這樣子的一個公告 是減附輻射 檢測證明 即可以輸入查驗 這個是去年 衛福部 所 所頒布的一個相關的公告 也因為這個公告 所以才會造成 現在 台灣跟美日 是美國不同步 是不是這樣 簡單的說 是不是這樣 跟議員答覆 的確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發現這個問題了 我剛也聽許副市長講了 我們怎麼樣去要求中央 怎麼樣去要求我們的衛福部 儘速的 以達到這個 跟世界上 跟美日同樣的一個標準 這個可不可以儘速來 跟中央來做處理 希望小英政府來 儘速來做這樣子的處理 是 所以剛剛跟議員報告 昨天大概中午 我們查證完了之後 我們衛生局 甚至包含我本人 都 一起跟這個衛福部 反應這樣的一個 一個落差啦 那希望能夠儘速的 其實依照 行政院之前公布 四個禁止的這樣的一個標準 去修訂這個相關的法規 就是這個 只要美國跟日本 禁止進口 或者上架的這個食品 台灣就應該要禁止進口 我想透過這個 比較嚴格的這個邊境管制 才能夠讓我們的這個食品安全 其實能夠進一步獲得保障 謝謝許副市長 我想跟美日同標準 跟世界上同標準 不是只有我們剛好市在這邊要求 而是我們全台灣的民眾 都一致的要求 所以我們也希望 我們的衛福部 可以趕快把這個相關的法令 訂定完成 然後依照世界上一致的標準 來處理所謂的 日本輻射的產品 那接下來我想 請 我們市府團隊 看一個 最近的一個新聞 那是不是可以請 大排長龍 綿延至少一百公尺 都在等著排隊 最少了 複色 我請看 我這麼多 我無品 來 沒關係 先暫停 我直接跳到 我回答 我想這個新聞 它最主要是告訴我們說 高雄市 我們焚化爐的底紮 有面臨到清不完的狀況 我們也可以看到 焚化爐的外面 有大批的這些 不管是市府我們環保局的 垃圾車也好 民間清除業者的車輛也好 在我們的焚化爐外 大排長龍 那我想從這個新聞 我們其實看到幾個 幾個我們目前高雄市 或是全台灣 針對焚化爐所面對到的一個 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我們處理量人的不足 第二個是我們面對 焚化爐燒碗的底紮 以及飛灰固化物 沒有辦法來處理 那這個未來 我們要怎麼樣去因應 所以我今天其實想要針對這個部分 來跟我們的市府團隊 跟我們的環保局做一些探討 根據我們相關的資料 我們高雄市 現在有四座的焚化爐 分別是中區廠 南區廠 這兩場是我們市府環保局 直接在做做營運 另外有兩個廠 就是原高雄縣的兩個廠 就是人物廠跟乾燥廠 它是委外給民間公司的來做營運 那其實在今年度 來說 我們中央 環保署 林園署長 他其實有很明確的告訴我們 我們現在全台灣有26座的粉化爐 目前有24座在營運 其中有19座的廠齡在今年就達到15年 達到15年是什麼意思 表示它的機械設備都達到一定老舊的狀況 它其實效能其實並不好 所以中央也跟我們說 他們預計要補助 而這些粉化爐來做改良 那高雄市 原高雄市也因為西青浦的掩埋廠即將滿了 所以高雄市當時就來新建中區廠跟南區廠 原本高雄市是還有規劃 還有一個北區廠 那後來因為整個垃圾減量的關係 所以原高雄市新建了兩個廠 那原高雄縣也跟中央申請的補助 建了岡山廠跟任務廠 當時它建廠的經費分別是中區廠的32億多 是高雄市自己出的 高雄市我們自己出的 南區廠由環保署補助60% 高雄市自己負擔40% 岡山廠跟任務廠 分別因為是原高雄縣時代的建廠 它其實都是透過中央的補助來建的這兩個廠 那我想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我們高雄市試作焚化爐的垃圾的進廠量 我跟環保局要到的資料 其實從103年一直到現在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中區廠在103年跟104年 分別的進廠量大概是23萬噸左右 那南區廠 我們的南區廠 它在這兩年的進廠量 大概是38萬噸跟44萬噸左右 岡山廠它的這兩年的進廠量 分別是28萬5千多噸跟30萬噸左右 人物廠它大概是45萬噸上下 那其實這四個廠 我們總數把它加起來的垃圾的進廠量 103年大概是135萬左右 104年大概是143萬左右 104年大概是143萬左右 那我們可以再把它區分開來看 我們高雄市自己產生的家戶垃圾 就是所謂的一般垃圾 103年的進廠量是56萬噸 104年是59萬噸 高雄市我們自己的一些工廠 一些企業產生的失業廢棄物 大概是41萬噸跟46萬噸左右 這樣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高雄市在這兩年的數字 我們高雄市我們自己產的家戶垃圾 跟高雄市自己本身在地的工廠 在地的這些商家 在地的這些企業 所加起來高雄市 我們高雄市一年的垃圾總量 大概是100萬噸上下 100萬噸上下 可是我們從剛剛看到的數字來說 我們四個廠一年 一年啊 在103年跟104年 我們這四個廠加起來的總進廠量 大概是140萬噸上下 140萬噸減掉高雄市 我們自己產 自己生產的垃圾 100萬噸 我們大概高雄市 是做焚化爐裡面 每年有大概是40萬噸的垃圾 是來自於其他的縣市 跟其他縣市的事業廢棄物 其實我算這個 其實是要跟環保局長探討一個 我們簡單的數字邏輯 我們是做焚化爐的設計量 每天可以燃燒的許可量 分別是人物廠的1350噸 鋼山廠1350噸 中區廠900噸 南區廠是1800噸 一天高雄市可以處理的垃圾量 大概是5400噸 但這個是設計量 如果我們從設計量去推算 我們應該高雄市可以處理多少垃圾的話 我算給大家聽 一天如果用5400噸 我們去乘以它應該產生的效能 扣掉它稅修的時間 一年一年 我們大概應該 四座焚化爐在正常的運作下 大概是可以消化 一百六十幾萬噸的垃圾量 一百六十幾萬噸 那如果用四座焚化爐 可以燒一百六十幾萬噸的垃圾量 扣掉我們剛剛算的 高雄市自己本身產生一年 大概是一百萬噸的垃圾 高雄市市座焚化爐如果在正常的運作之下 它大概可以幫外縣市 不管是生活垃圾也好 不管是事業廢棄物也好 可以幫忙消化大約一年六十萬噸的垃圾 但是這個我們目前是做不到的 為什麼我們目前做不到 因為高雄市的市座焚化爐 也都超過15年了 它的營運狀況其實並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我們環保局長的是說 全台灣二十六座 目前有二十四座在營運 有十九座在今年就滿15年了 中央也告訴我們 它要補助經費來進行改良跟進行研議 我想請教局長的是說 如果我們高雄市的焚化爐 要恢復正常的產能 然後跟中央的政策 一致來研議這些焚化爐的話 我們的高雄市要向中央 整取多少經費來做設備的更新 來做維修 是不是可以請 黃保局蔡局長回覆 局長大後 好 謝謝副議長 謝謝何議員這邊的指教 那其實這個更新跟維修的這個費用 目前來講是整個一個比較詳細的事 還在評估中 那我們是初估的情形是我們 以高雄市的目前這四座要更新維修 大概需要的金額在30到35億左右 全部的頭頭的金額 四座大概是35億左右 那我想請教局長的是說 因為高雄市的狀況是 兩座環保局之前在營運 兩座是委外廠商在營運 那中央如果要跟對高雄市 進行試作分化爐的設備的更新 跟維修的補助的話 會不會這試作會有差別的待遇 是不是我們是一併跟中央 省取試作的維修經費 還是分成兩個部分來做這樣子的處理 這個部分謝謝何議員 這個部分是這樣 因為我們各有兩個不同的狀況 一個是公辦公益 一個公辦民營 所以爭取經費的一個部分 一定是不同的 因為在公辦民營的部分 在他原本90年所簽訂的合約書裡面 就有提到 民營的廠商必須要把它的效能 提高到95% 這是民營廠商它的義務 提升到95以後 才能夠把這個廠再交回給高雄市政府 所以當然後面的要去做一些的一個 整個一個更新 那整個包含中央補助 或者是市府這邊要負擔的 那個鋼山人物以及公辦公益的部分一定是不同 謝謝局長 那其實再來我想請教你的部分 就是說你認為我們未來如果做了 中央也補助了 我們也做了我們焚化爐的設備更新以及維修 那其實我們剛剛可以看到 以目前來說 我們的南區廠的產能 大概是只有設計量的一半多一點 南區廠的產能大概只有設計量的一半多一點 鋼山廠大概是只有一半 鋼山廠大概是只有一半 那我想請教的是說 如果我們的焚化爐透過這樣子的設備更新 跟這樣子的維修之後 我們未來焚化爐的產能 會恢復到什麼樣的狀況 局長你可不可以簡單答覆 其實焚化爐的更新跟維修 它的一個目的就是說 把整個一個效能 焚化的效能能夠提高 那這個部分最重要的 最重要就是包含爐床 以及後面的冷卻設備 的一個整個更新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 未來能夠達到的一個是 設計值的至少是九成 至少是九成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標準 謝謝局長 你的估法跟我的預估差不多 設計值的九成它代表了什麼意思 設計值的九成它代表了 如果說未來我們試做的粉化爐 都經過設備維修跟更新之後 它達到它設計量的九成 那它它設計量的九成 我就可以用 我剛剛講的 試做粉化爐的設計量是5400噸 乘以你剛剛講的九成 設備更新九成 再扣除掉它每年需要稅修的時間 我們試做粉化爐如果 經過設備更新之後 未來它至少可以一年 可以消化一百六十幾萬噸的垃圾 一百六十幾萬噸 那再扣掉 如果說未來達到一百六十幾萬噸 扣掉我剛剛講的 高雄市平均以來 大概都是一年大概都是一百 高雄市我們自己大概都是一百萬噸的 的加護垃圾跟事業廢棄物 這是高雄市自己產出的 如果扣掉這一百萬噸 我們未來其實是有六十幾萬噸的余量 可以來處理其他縣市的垃圾的問題 那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再回來看現在 產能不足的情況下 我們一年也是可以處理到一百四十萬噸上下 一百三十五萬噸到一百四十萬噸上下 用這樣子簡單的數字概念 我想要跟局長探討的就是說 未來高雄市是不是要四座焚化爐都繼續營運 還是要有新的思考 新的模式 新的作為 四座焚化爐是要停掉一座 還是維持四座營運 那這個部分局長有沒有什麼想法 可不可以請局長說明 謝謝副議長 謝謝何議員 其實焚化廠如同剛剛何議員所提到的 那目前是趨近於老舊 所以其實環保局現在的規劃上大概兩個方向 第一個是目前的這四座廠的治標的方向 那治標的方向就是說 現在的很常常發現的就是說 這些爐管破掉了 那破掉了就停下來 所以常常會產生就是停下來之後 那整個垃圾的儲坑 那就慢慢的上來 剛剛何議員也有這樣的一個影片 他排隊的原因是 偶爾會有這種爐床高 結果車子就會有排隊的情形 所以現在環保局在治標的上面 包含爐管 包含這些它裡面的這些冷卻設備 的一個做一些的維護跟更新 但是這個維護更新的部分 沒有辦法達到我剛剛所跟議員報告的九成的這個情形 它都只是一個 平常我們把這些有問題的把它處理掉 然後來做一個後面的維修 那另外一個在智本的部分呢 智本的部分 那這四座廠最快的是108年 會達到20年的時間 那另外最慢的是110年 所以在108到110年 這四年中間這四座廠都會到20年的時間 所以環保局現在提早在準備 就是進行我們這四座廠目前的 內部的這些機械設備 冷卻設備的一個評估 評估裡面目前的效能 那以及高雄市未來 如同剛剛議員提到的 高雄市未來垃圾會產生多少 垃圾整個調度上面要怎麼做 那後面我們整個一個分化廠的運作 應該要怎麼做一個做一個調整 那以及剛剛提過的兩座公辦民營的廠 那未來要怎麼來做下一個階段的一個 招標或者是下一個階段的一個 營運方式的一個方式的調整 所以環保局現在正在進行整個一個規劃 那也目前準備做一個標案 來做未來的整個規劃的工作 謝謝局長 我想我在這邊要特別很慎重的提醒你 為什麼 過去我們為什麼會蓋粉化爐 是因為二三十年前 台灣產生了所謂的垃圾大戰 大家發現要用粉化爐來解決我們的垃圾問題 所以台灣在各縣市幾乎都蓋了粉化爐 那這些粉化爐到目前為止 都是達到15年運轉不好的一個狀況 我舉個例子 今年11月的時候 桃園的粉化爐是整場爆掉 它可能必須停留三個月的時間左右 那桃園的這些垃圾量 它也是只能往其他的各縣市 包含新北市 台北市 甚至往南部的粉化爐來送 那其實這個不是只有高雄市面對的問題 這個是全台灣要一起面對的問題 尤其垃圾這個問題是民生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我想在今年在議會 其實你也面對很多議員 對你的詢問 在高雄市很多的垃圾 它是根本進不了粉化爐 那我想這個不是只有高雄市的問題 這個是全台灣要共同面對的問題 所以我也很高興聽到局長 對於未來高雄市的施作粉化爐 未來要怎麼樣何去何從 我們要透過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顧問公司的一個標案來做這樣的處理 也希望這個未來做這樣子的一個 評估報告出來之後 我們可以不只是高雄市 也跟上全台灣的腳步 未來這個粉化爐要何去何從 未來我們台灣要存在幾座粉化爐 高雄市要幾座粉化爐 我覺得這個是要有一個很理性的去看待這個問題 然後把這個問題要好好的解決 因為畢竟這個是一個民生非常重要的問題 局長你先請坐 那其實粉化爐的維修跟設備的更新 它都需要時間 那我想回來再看看 現在高雄市我們自己面對的問題 如同局長講 我剛剛也跟局長講 其實今年以來 我想副議長在主席台 也跟局長探討過這個問題非常多次 高雄市自己本身所產生的垃圾 都進不了粉化爐 那其實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就如同局長剛剛講的 高雄市自己本身 這四座粉化爐的設備都已經老舊了 要該怎麼樣去做處理 那我在這邊要提醒局長的部分就是說 除了南區廠 中區廠 是我們高雄市環保局自己在營運 我們要跟中央要錢來維修 來修復以外 另外的兩個廠 鋼山廠跟人物廠 其實它分別跟我們簽訂有合約 剛剛局長在答覆我的時候也有提到了 這兩個廠照理說 它在跟我們的契約期滿之前 它都必須做運轉功能測試 運轉功能測試 運轉功能測試 以符合決定我們這個 這兩個廠的契約的運轉功能的保證 如果這些運轉功能測試 不符合這樣子的運轉保證 以方就是這些公司 它要在契約中始前自費修改本廠 或採取適當的必要的措施 為什麼我特別點你這個 是因為我們的鋼山廠跟人物廠 應該都有這樣子的合約的規定 那照目前的產量來說 人物廠它大概有達到這樣子的產能 可是我們的鋼山廠 我們剛剛也提到 它的產能大概是只有設計量的一半左右 那如果未來的鋼山廠 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鋼山廠它要怎麼樣去做處理 我想請教局長 你知不知道如果按照這樣子的規定 未來台坦經營的鋼山廠 如果引用這個條約 引用這個契約的規定 它必須要做什麼樣的處理 局長你可不可以說明 來機場報告一下 謝謝副議長 謝謝何議員 那鋼山廠的合約是到110年期滿 距離現在大概還有五年左右的時間 那這個契約期滿 這是在當時90年所簽訂的合約 就是這麼規定 它必須要達到它運轉率的一個九成五 那這樣的一個保證 包含廢氣跟廢水都是一樣的 那這個部分就是台坦必須要 就是說它自己花錢 把這整個一個效能把它提升到 整個合約的規定 整個合約的規定 那才能夠把這一個場 在期滿的時候交給我們 再交回市府這邊 那或者是另外一個可能性 當然這個是未來還要再五年 看看就是說 整個台湯的處理的情形怎麼樣 或者是另外一個可能性 它沒有辦法達到九成五 沒有辦法達到九成五 那它有一個規定就是說 它會按照建廠當時的一個 一個總工程費的百分之一 少一個Percent 那就會要求建廠費用的一個Percent 然後來做一個賠償 那賠償給市府這一邊 所以台坦這個部分 必須非常非常的嚴肅來看待 有關於期滿之後 交還給市府的一個相關的狀況 不過我們還是會 都會很密切的跟台坦做一個聯繫 那也要求他們 必須要好好正視這方面的問題 各位局長 居然你先請坐 你不敢講的我替你講 如果照這個契約的規定 我們剛好是目前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垃圾 進不去焚化爐的原因 其實除了我們的南區廠以外 幹山廠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為什麼 它現在的產能的營運的量 大概只有百分之五十上下 如果按照這個合約的規定 來說的話 它只有兩條路可以 台坦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 一條路就是現在去做設備的更新 把它的產能提升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這是第一個 那這個它現在可不可以做 它當然可以現在做 那它如果現在不做 拖到五年後 應該是四年 因為它要提早一年 在三四年後 它要交還給我們的時候 如果按照局長 你剛剛講的那個數字 它要賠償給高宏市政府多少錢 局長你有沒有數字 台機長答誤一下 如果按照它現在的狀況 按照現在的狀況 因為它是九成五 那每一個percent 是賠建廠費用的百分之一 所以應該要賠是十幾億 十幾億 大概十幾億 所以台坦如果這幾年 不趕快去修復設備的話 未來的幾年後 它要賠償給高宏市政府 十幾億的金額對不對 那我們未來十幾億的金額 其實就可以拿來做 這個廠的修復 是不是這樣 那所以 局長你先請坐 所以如果按照這樣子的邏輯來說 我覺得局長 你要更積極的去跟 像台坦 尤其現在也是中央在執政 台坦去做這樣子的洽談 在短期內 我們其實就可以請台坦 把鋼山廠的效能處理好 我想台坦也是一個公司 它很清楚 它如果現在去做修復 達到95%的產能 的效能的時候 它未來的幾年 就不用去付高雄市政府 這十幾億的賠償金 那它去修復這個相關的 機械設備 需不需要花到十億這麼多 從局長你剛剛提供的數字很清楚 它不用花到十億這麼多 那這個可以解決什麼問題 如果台坦願意提早做這樣子的啟動 把鋼山廠的效能做一個提升 做一個恢復的話 其實它可以解決 我們高雄市現在的垃圾的問題 甚至可以協助台灣解決台灣的垃圾的問題 就這個部分來說 我想請局長 是不是可以積極的去跟台坦做洽談 去跟台坦做商量 它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數字 你現在可能花五億去做設備的修復 你不花這五億去做設備的修復 三年後 四年後 你台坦要賠償給高雄市 十幾億的金額 就一個公司來說 哪一項比較划算 我想這個很清楚 是不是可以請局長去跟台坦做這樣子洽談 解決高雄市的垃圾問題 來 請局長說明 好 謝謝副議長 謝謝何議員 其實何議員提示的這個部分 我們很早就在進行了 我們已經有跟台坦去做一些的一個討論 那也把這個問題也很明確的 也很正式的告訴台坦這一邊 好 那 那個最近我也會在約時間 再來找台坦他們的相關的一個主管人員 那針對這個部分也要請他們要正式有關鋼山廠效能不髒 以及就是它整個裡面的一個這些機械設備 會有經常發生故障的這些的問題 所以這個也謝謝何議員的提醒 這一件事已經很早就在進行了 那你沒有進度嗎 這個部分因為我們跟台坦那邊也提到這個部分 他們一直告訴我們他們內部都在進行評估 他們要把這個方案要報到他們董事會去 來來 時間先暫停一下 我講了 我叫來議會開 開火 不做就是不做 不收益就不收益 打麻煩你是聽不懂 台坦的打麻煩 那一個垃圾 人家要燒要三天 要三天來這麼正常 我們看多少錢 講的比較爪 好 開始 好 也謝謝副議長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數字問題 他可能台坦現在花五億去做維修去做處理 其實對他的未來的營運也會比較好 跟幾年後他可能要花十幾億賠償給高雄市政府 他什麼都拿不到 這是一個 就台坦如果他是一個公司 他這樣子的算數問題是很簡單的 所以我覺得局長你要去跟他把這個東西講清楚 請他趕快來做這樣子的處理 好 謝謝局長 你先請坐 那再來我還是想提醒局長就是說 在高雄市幾座縛號路目前都是這樣子的狀況 情況之下 我們自己的南區廠 在12月的時候也發生 又發生類似爆炸的狀況 不僅造成小房隊的受傷 也再一次造成我們南區廠 這些機械設備的一個故障 當然也造成整個垃圾又無法進場的一個狀況 在這個部分我也想請局長再特別的去做處理 怎麼樣的去約束這些清除業者 不要再把這些不應該送去 封化爐的一些危險的一些垃圾做這樣的處理 那這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請局長做簡單的答覆 我們怎麼樣去約束業者 尤其在高雄市目前整個封化爐的狀況 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怎麼樣去約束業者來達到 保護我們的封化爐能夠正常的營運 請局長說明 請答覆一下 好 謝謝副議長 謝謝何議員 那個封化廠整個一個 整個檢查的部分 後續我們會再繼續加強有關於像落地檢查 就是到封化廠的平台那邊去進行整個檢查 那在我們南區廠這一邊 我們也整個更換了 也增加了很多的監視器 那所以包含從儲坑 包含從投入口 以及道路的這個地方 我們那邊都有重新更換 以及增加相關的監視器 誰到了什麼東西 那那個部分很快的就能夠抓出來 那另外的就是說 有發現的部分 我們一定是照剛剛那個 這個合議員在簡報這邊看到的 涉及到公共危險 移到地檢署去偵辦 有清除業有這種情形 我們在高雄市的一個 我們的清除業就把它測證 這個部分一定會照這個部分來執行 謝謝局長 接下來我還是想跟局長探討一下 我其實過去跟局長曾經探討過 氛化爐它其實垃圾燒完之後 它其實會產生所謂的 非會穩定固化物跟所謂的底紮 那我今天想跟局長講一下底紮的部分 我想從新聞的媒體上 我們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承包我們高雄市政府底紮的這家公司 它的營運狀況其實是出現問題的 它不只營運狀況出現問題 它甚至把它沒有處理的底紮 再到一般私人土地上去傾倒 這個也都被查獲了 那其實我們要更認真地來面對這個底紮的問題 因為全台灣其實只有兩家公司 在做這個底紮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南部中部以南 一直到高雄到屏東其實都是同一家 它大概負責了10座氛化爐的底紮 那未來我們這個底紮 這一家公司如果出問題 我們要怎麼樣去做處理 以及這一家公司如果真的倒閉了 我們高雄市市座氛化爐一年 產生的底紮的量是二十幾萬噸 二十幾萬噸 我之前跟你探討過的 高雄市本身我們也沒有所謂的氛化爐的魚 沒有所謂掩埋場的魚衣量 可以來處理這樣子的問題 那其實我也看到 局長你們在過去一段時間的新聞的回覆 也都有跟我們說 這個底紮到底是什麼 我們高雄市應該是環保局發的新聞稿 希望透過公共工程來做這個底紮的應用 是不是這樣 那以及我想請教育局長是說 你可以用短一點時間回答 未來我們如何面對這樣子底紮的問題 來局長請答覆 來局長答覆一下 好 謝謝副議長 謝謝何議員 底紮的部分坦白講 現在是因為這一家在利用廠商發生了一些問題 那產生了處理商的困難 這是現在的狀況 那所以現在環保局針對這些底紮 是先暫時放在我們原先的掩埋場 原先的掩埋場裡面 那後面有新的一個在利用廠家 如果有招標出來 那有新的出來 我們再運到這個在利用廠家去 那當然如同剛剛何議員提到的就是說 全台灣這些處理底紮的在利用廠家 是比較有限的啦 那所以這個問題我們也跟環保署 也積極在反應 那有關於分化之後的底紮的一個處理 那怎麼來做一個有效的去化 這個其實是全台灣的問題 那針對高雄市本身 那個這個底紮的後面的一個未來的去化 其實在市府的這個部分來講 也積極的就是以公共工程的部分 來做一個未來去化的一個規劃 那包含像各個局處有一些工程 道路工程或者是廣告工程 其實是可以來用這一些的一個底紮 這是完全沒有任何問題的 那所以在市府部分包含 那個秘書長也責成了研考會 要去進行這方面的一個管制 各單位要來積極來去化 這一些分化之後的一個底紮 所以底紮的部分使用在各項的一個管溝道路 這是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也會有一些檢測的一個機制 局長你先請坐 我想局長你是非常專業的 你一再跟我們講說 我們這些產書的底紮 拿來用作在公共工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也必須跟你提醒 其實就是大家有疑慮 過去大家才不敢用 那你現在要高雄市政府我們的公共工程來用 其實最先的條件就是要解決 大家對它底紮安全性的疑慮 如果它底紮真的那麼安全 然後那麼多人敢用 我們這家公司 它不會今天產生營運有困難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局長在這個部分 應該要多去輔導這樣類似的公司也好 把這個底紮正式面對這樣子的底紮的問題 是不是真的運用在公共工程 真的幫忙整體的大問題來做一個解決 我想局長要再更努力 最後我還是想剩下一點點的時間 我還是想要來談談我們高雄市鐵路地下化的問題 在不久的之前 我們感謝高雄市政府的努力爭取 也謝謝李坤澤立委 以及高雄市很多的立委 幫我們高雄市政府跟交通部 要了這樣子百億的大禮 什麼百億的大禮 其實在這個鐵路地下化從90幾年核定 一直到現在將近10年的時間 其實已經到了最後尾聲的階段 可是在去年 全豐在總質詢也曾經提過 就我們鐵路地下化的綠色狼帶也好 就這樣子土地的取得也好 其實在過去的馬英九時代的政府 一直都沒有給我們很明確的回復 跟很明確的要答應我們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好不容易在經過最近的努力的爭取之後 我們的中央政府小英政府答應了 我們這個將近一百億左右的土地 無償使用的部分 以及綠狼帶未來四十幾億的建設經費 我想那一天許利民副市長 在中央下來做這樣子具體的承諾的時候 許利民副市長也在現場 是不是可以請許利民副市長 針對這個部分 以及未來我們要怎麼樣的事做 做一個簡單的回復 來 副市長請答我 謝謝主席 謝謝何議員 我想那一天 這個交通部賀城部展下來 他就是非常清楚的表達跟提認到 鐵路地下化不是只有鐵路地下化這個工程而已 而是地下化之後怎麼樣給高雄帶來 這一個兩邊的發展 因為鐵路阻隔造成都市發展上面的這個落差 那所以呢 其實當場我們幾乎都還沒有討論 他就主動提到說 這個土地應該是無償借給高雄市政府無償使用 然後同時呢 這個未來原道的這個施工的費用 42億應該要納入整個鐵路地下化的計畫裡面 那交通部願意來支持這樣的一個部分 那這樣的一個想法跟思維 坦白講也都是不管是我們 特別是三明區我們在地的議員 其實跟高雄市政府大家長期一直想要爭取 那過去一直沒有獲得中央政府正面回應的這個部分 那如同剛剛何議員講的 這中間我們除了感謝整個新政府 對高雄的這個善意跟對高雄的了解用心之外 也真的要特別感謝這個李坤澤立委 這作為交通委員會的召集人 其實這幾年真的幫高雄市其實爭取了非常多的 這個建設跟經費 那當然也非常感謝 而且當天也非常感謝我們所有三明區 那以及所有出席的議員 來替高雄市政府戰勝 謝謝